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天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加州州长布朗上个月签署了防止校园性情法案 要求加州所有接受州政府学生财力补助的公私立大学的校园内的性行为 必须要经过双方肯定的同意 也是所谓的yes means yes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个法案的法律象征和警告意义大于它的可行性 所以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邀请到律师郑博人 郑律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什么叫做yes means yes 其实很多人在讲说这yes means yes 很多人觉得说yes means no, no means yes 他们觉得这法律真的太猛毒了 或no means no 或许多 means no I mean it's so confusing 他们这次他们做出来的法律 很多人讲说虽然的方向跟目标是好的 可是可能法律更模糊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定义跟标准关于这个consent 一个人同意关于这个性行为变得更模糊 为什么 在刑事的角度你一定要有一个超过合理的怀疑 如果今天是百分之五十一百分之五十二你觉得这个被告人有做错事情 那在刑事里面的话 那在刑事里面的话他是他没有罪 这是一个民事的角度 这是一个民事的标准 可是呢这个yes means yes 这个法律的话 他是让大学 让学校的这个校长老师 过例的人 让他们用一个民事的标准 看一个刑事的案子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法律是不好的 因为最后有这个可能性 学校判的跟一个法庭判的是不一样的 法庭判他说无罪没有罪 可是学校就觉得这个人不能再上学了 这是合理吗 很多的律师很多的这个读这个法律的人觉得是不公平的 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法律的产生是因为有实际上的需要 所以他会立法 那我想知道这个在校园里面这个强暴案的法律 跟强暴案相关的法律也早就已经存在了 那这个新的法律跟过去的强暴案法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如果从2007年到现在的话 他们是讲说每五个大学生在第一年就会被性骚扰 还是又被强奸 这是一个蛮严重的这个比率 那以前的话他们是用一个刑事的标准 他们会讲说 如果今天这个人他不consent and it's 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 您有做错事 那您最后的话从刑事的角度你有罪 but现在法律就改了 法律是让学校有一个自由 让他自己去判断 那虽然说以前学校也是可以去判断 可是他现在就有一个规定 他有一个规定就是今天那个人他是清醒的 如果说他是有喝醉酒的话 还是他昏迷过去了 那如果说是这样子他就没有consent 这以前的法律是没有这样子讲 所以这个人必须要睡 有的人他们会讲说 可能我跟他是做爱 做爱的时候可能他睡着了 听起来是很搞笑的 事实的有很多不同的理由 现在的法律他是说 如果这个人是没有清醒最基本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给同意 所以这是跟以前的法律不一样 是的 所以这又引到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今天我们知道 很多性行为都是两方两个人之间发生的 没有第三者 那如果闹到法庭上去的话 就变成是他说你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争议 那现在这个yes means yes 就会变成说 这个女孩子他当时是有说yes 可是到法庭上女孩子说我没有说 那到底又没有人证 又没有物证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很多人会被用恶意的方式 来把他告到法庭上呢 以前一个人的意图很重要 可是现在的话 我们有几百年的这个法律 关于一个人的意图 一个人的想法 有没有一个恶意的意图 可是现在的法律变成说 又有刑事法 可是又有一点民事混在里面了 变成说如果今天 如果两个人有性行为 这个标准是什么 以前的意图会说 你一定要有一个恶意的意图 才可以算是一个强奸别人 可是现在是反过来了 变成说对方的反应是什么 本来以前是我们讲一般男生是强奸别人 是男生他的意图是什么 现在男生的意图没有那么重要了 那个意图换过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颠倒的方式 去证明说一个人有一个同意 还是没有一个同意的话 会变成法律会有冲突 所以我们很多的律师 我们讲说如果我们一直往这方面走的话 either刑事法要改 还是会有继续有很多的不同的矛盾的案子出来 会变成说一个人在刑事法里面 他没有做错事 可是在学校里面他就是有做错事 所以你今天你是照着哪一个路来走 有的人他们会讲说 那比较保守的路是最好 因为我们是要保护受害者 可是呢 我们很多的律师我们觉得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话 虽然我们的目标是要保护受害者 可是事实的话 我们没有照着法律在做事 那一个法案 他如果没有照顾到大部分的人的话 通常他是不会从法案变成法律的嘛 对不对 那这个yes means yes 事实上已经变成了法律 州长已经签署了 难道他没有任何 您觉得从这个法律的角度来看 有好处的地方 有很多的好处 以前的我们很多的律师 我们会觉得这个刑事的案子 如果是从 不是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今天的话我可以讲说 我没有这个意图 我没有恶意的意图 你要把一个人的心打开 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这个法律有一个好处 这心法有一个好处就是 是一个把它换过来 我们其实不管说去骚扰的人 他的想法是什么 我们是在考虑对方 我们是在考虑受害者 可是今天的话 如果受害者本来说OK 然后现在说不OK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证明呢 那这个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哲学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讲no 什么时候讲yes 可是我们很多的律师 我们会觉得说 如果你不照的 现在的法律来做事 然后你是在讲说 我们没有拒绝以前的法律 可是我们是在增加法律 那如果有矛盾 那我们要照哪一个方向走呢 一个学校它应该是要照的 我们的美国的刑事法来走啊 因为这是一个刑事的案子 所以会变成说 你又把民事刑事混在一起 一定会有矛盾 那在矛盾的时候 一定会打官司 会有一个小孩子讲说 今天我刑事我无罪 在美国无罪就无罪了 I'm free I'm a free man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去上学 right 我没有做错事情 学校它的policy是讲说 刑事罪 你不能在里面 可是我没有做刑事罪啊 那如果你挡我的路 让我不能再上学 学校我觉得 either你是歧视我 还是你是对我不公平 right I mean 这个可以有一个 因为我们在加州的话 我们的宪法 在全美国 是我们不能有歧视 那如果今天的话 他不让我去上学 然后我刑事没有罪 那你不是在歧视我 因为我是一个男生吗 你不是在保护他吗 即使我没有做错事情 对 所以就是说 今天这个宪法 它能够促成形成 作为女性的 我当然是很高兴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我们从法律的角度看 我发现它其实是 open了一个gay 给这种诬告的 possibility来产生 就是说让有些人 譬如说你在学校 是跟哪个男生合不来 或是发生仇恨 那你想要用这种 这个宪法的规定 来诬告这个男孩子的话 其实是很有可能 会发生的嘛 对不对 对 我说现在有很多的案子 女生她可能会打电话 给警察说被打 警察过来 她看的时候 也看不出来发生的事情 可是她因为有的人 他们会觉得说 她可以用这个警察局 警察或甚至法庭 来威胁别人 最近就有一个案子这样子 有一个 那个郑律师你hold off 这个新的案子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广告后来之后 我们来讨论一下 广告后见 欢迎回到天然话题的法律专栏 我是沈梅琪 现场请到的嘉宾是 郑伯仁 郑律师 郑律师广告之前 您要谈一个诬告的案例 是不是现在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 我有一个客户 她以前的女朋友 抱了一个小孩子 跑到她家去说 这是您的小孩子 跟警察讲说又被强奸 虽然她讲说 这是她的小孩子 已经一年半了 我们最后结案了 那个女生她承认说 她是不高兴 算是劈腿了 那因为这样子 她花了十几万律师费用 本来她本来要判十五年 现在没有案子了 结案了 可是最后受害者是谁 受害者当然是我的客户 因为被骗了 郑律师我可不可以打得差 你说她要花十几万 我会认为说 如果今天这个孩子不是你的种 然后你去做个DNA 不是就结案 答案就出来 为什么还需要花这么多钱 来请律师来告呢 可是我们不但是有DNA的问题 可是我们有强奸的问题 还有讲说我客户 偷了他的钱 就做了很多 诬告 没有想到说我客户会做的事情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很离谱的案子 可是这就是让你知道说 如果今天我们的法律 是有那么广的法律 关于现在的这个新的 Yes means yes的话 会有这个可能性 会有很多人 不应该被告 被告 所以很多的律师 他们现在在讲说 虽然我们要保护受害者 我们刚讲 五分之一的小孩子 刚刚当了那个adult 如果会被强奸 还是如果会被性骚扰 我们当然要保护到他们 可是我们要想到 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想到 也有别的受害者 被诬告的人 我们要怎么样子去保护他们 因为我们在美国 我们不是一个人 喊他是受害者 我们就一定要保护他 我们是在美国 我们要想到 其实我们怕的受害者是谁 一个人不应该是变成一个被告人 没有做错事 最后被关起来 在美国有很多案子是这样子 有很多人 他们关了三四十年 有的人还死在监狱里面 不应该被关起来 可是是因为一个人 他乱讲 诬告 最后一个人输 所以我们这我们要 算是要很小心 那我想请教郑律师 那你对这种 在大学校园里面的年轻男女 现在有这个新的法律出现了 你对这些年轻男女 年轻男同学 女同学 他们有什么样的建议 可以让他们避免误触罚网 我以前这法律还没出来 以前我都建议很多的父母亲 要让父母亲知道说 你的小孩子从很小 他们已经知道很多了 他们现在在讲说六年级七年级 他们已经知道说性行为是什么了 你要知道说像我长大的时候 网路刚刚才开始 我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二十多岁了 你可以想如果父母亲五六十岁 我母亲六十多岁 他对网路真正的也没有很了解 可是我的哥哥的小孩子 他们五六岁就已经讲到 我觉得不应该讲的事 问他说你从哪里学的 虽然我知道了 从网路上学 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子有到大学 我会建议父母给他们讲说 真正给他们做下来说 我不知道你有否在做 可是如果你有在做 特别你是哪孩子 有一个意见 我会叫父母给他小孩子讲 发生了以后 跟那个人发短讯 因为现在年轻小孩子都用短讯 还是email 然后要让他们知道 第一 is everything ok are there any problem 证据对不对 这些就是证据 ok 所以要让 做了之后 要有证手中握一些证据 让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让法官知道说 其实这个是在两方面 都同一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个不是一个狡猾的做法 还是一个不好的手段 这是一个事实 如果今天的话 你跟别人有性行为 然后他没有反对 他应该会跟你沟通 还有一个问题 特别有这个新的法律出来 你不应该有一个是 算是一夜清 就是一晚上 one night stand right 虽然我知道在大学 everybody does it right it seems like it's ok the problem is 现在的问题就是 关于这个法律 因为这个法律是很广 隔天你睡起来 你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那个人最后讲说 我没有同意跟你做爱 我没有同意跟你有性行为 那你要怎么办 right forget about the fact that可能会有形式的问题 你可能不能在这个学校读书了 如果一个学校 不让你在这里读书 你以后的大学 没有一个会给你接受 所以呢 我会鼓励很多父母 again 证据 but第二的话 你要跟你的小孩子讲说 如果有这性行为的话 不要跟陌生人做 这听起来是一个 很最基本的这个常识 事实的这个都是在大学常常发生 对啊 他们说通常一夜勤之后 才会开始问对方 你叫什么名字啦 互相了解啊 这个跟父母那一代的 性行为发生的前奏曲 是相当的不一样的 好 那另外我们还想知道 我们知道像这个法案 它是指性行为 所以拥抱接触什么 那个都不算 女孩子他不能说 我今天这个男孩子 他答应送我回家 然后结果他车上抢吻了我 那么他可以用这个法律来告他 那是骚扰 那是性骚扰 那性骚扰的部分 可以用这个法律 来加重对方的罪行吗 这是真正的性行为的法律 哦明白啊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华裔女生通常在这方面 是比较害羞的啊 那么他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说叫他去说 是的我愿意 那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 就是回到郑律师讲的 事后的这个拿到证据 是很重要的这一环 就是透过Tax啊 或是讲电话 讲电话好像也不太能够 成为呈堂共证吧 电话不是一个证据 可是现在年轻人 发短讯都发的很多 嗯就用短讯的方式 好 那么另外我们还想知道 就是说这个 这个法律里面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名词 叫Affirmative Consent 那也就是肯定的同意 所谓肯定的同意是 对方口头上讲就好 还是他必须要写什么 同意书呢 不需要是书面上写的 可是他现在法律有改 就是Affirmative Consent 他在讲说 Silence is not consent 因为以前的 算是性骚扰的人 还是强奸的人 他们会讲说 对方没有给我一个抗议啊 对方没有拒绝我啊 那如果没有拒绝我的话 那就表示说他consent 现在的法律是讲说 No 对方一定要说 Yes I want to have sex with you 跟我做爱 就几乎是这样子 要跟对方讲 所以很多的律师觉得 这好像太离谱了 这个很少人会这样子做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那如果要有一个 Affirmative Consent 如果一个人要 跟你有性行为 很多人不会讲什么 就会发生了 现在这个法律是讲说 几乎对方就是要有 这种的行为 几乎要不但拥抱你 但真正要跟你讲说 Yes I want to do it 这个是太离谱了 变成很多律师觉得 It's too difficult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种事情大学里面 时常发生 它不会因为说 有新的法律出来 那些大学生 他这个荷尔蒙冲脑的时候 他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但是呢 事后的这个防止 跟保护自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是想知道说 如果说在你这个 就是事后你发短讯给对方 对方跟你就是说 好像回复你了 表示说他当时是同意的话 那是不是这个小孩子 他就不用再烦恼任何事情了呢 我觉得说从这个案子 我从律师的角度 我觉得比较好 可是当然风险是 很多是看不见的 还是有可能存在的 好那如果被对方诬告 forsely accused的话 这个孩子您刚刚说会被退学 然后还有什么样子的惩罚呢 我从学校的角度的话 他可以把他退出来 然后他会报警给警察局 给检察官 again学生要知道说标准是不一样 当然十八十九二十岁 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发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的话 我确实会鼓励每一个家长跟小孩子 他们一定要赶快去找一个律师 因为性骚扰这种案子是很严重的 特别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上大学还没死 他们不是成年的小孩子 是十七岁到十八岁 如果这个一个成年 跟未成年的小孩子在一起 你是一辈子要记录 在美国的网站 让全部的人知道 你是强劲小孩子的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要让很多大学生知道说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不但要保护对方 可是要保护自己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 如果万一这个事情发生在 某个人身上的话 这个小孩子他本身念了大学 就有可能把他退学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犯罪记录 会一辈子跟着他 Yes means yes 是一个民事法还是刑事法呢 Yes means yes 是一个民事法 那民事法也是会跟着被告人 一辈子的吗 那个不会 可是呢 你的困难是 最后他一定会报给警察局 一定会报给检察官 那如果检察官给你开案的话 在美国跟很多国家是一样的 检察官权力很多 如果你有一个私人律师 or even你的政府的律师代表你 几乎开案了 89%的案子都是 不是无罪 是你最好你要认罪 那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你一辈子就算是毁了 就会一直留在你个人的记录里面 不管是你去找工作啦 或者以后要申请 graduate school啊什么都会 都要承报上去 你不是去graduate school 它已经毁了 这么严重啊 没有一个大学 那是网络的大学 会让你在他们的学区里面 如果说你有性骚扰别人 还是你有抢尽别人 他们要保护全部的人啊 他们学校不要被告啊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如果你最后如果你被告 为了yes means yes 被从学校提出来了 你一辈子我觉得是回了 从学问的角度来看 所以真的是不能不小心 也非常感谢郑律师来到我们 节目现场 跟我们介绍这个yes means yes 的新法案 那么其实美国的教育部 它上礼拜公布了学校的 这个犯罪纪安全问题的报告 它里面就有指出这个大学里面的 强暴案件的幅度呢 已经大幅的飙升 那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个好事 表示说很多受害者愿意 站出来为自己争取公益跟真理 但是问题是说你去争取呢 还是必须要靠自己 以及如何避免自己成为 被诬告的这个对象 也是得要靠自己对法律充分的了解 所以再次感谢郑律师 来到我们现场 也谢谢您收看 我们下礼拜再见 您正在收看的是 凤凰卫视